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右眼眶里有两个瞳孔 很多年后刑警队接到报警 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溺毙 当时正值三福天 但是办公室却没有开空调 调查得知原来是董事长死之前一直觉得冷 所以关了空调 还披了层毯子 更奇怪的是警察从董事长的鼻腔中取出了冰状物 警察虽然也觉得荒谬 但不得不承认 董事长是在冰水里淹死的 法医从董事长的大脑和鼻腔中都发现了一种霉菌 但是台湾的技术并不能检测出这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案件需要和美国合作 接着又有了第二起案件 一妙龄女子下班后回家沐浴 出来后却发现家里离奇失火 她仓皇报警 但最后还是被火焰吞噬 警察到现场后却发现屋子里根本没有起火 也没有被烧过的痕迹 但女子确实死了 法医检查了女子的尸体 尸体呈现出不寻常的蜷缩 说明该女子确实是被烧死的 两起案件死者的死因都如此诡异 警察认为这是相关的两起案件 但是长官不这么认为 他害怕神神鬼鬼 更怕这些惊扰了上层 他要求重写两个报告 没过多久第三起案件也随之而来 一个教会的牧师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死因是肠子被掏出洗净后又缝回 缝线看起来是个符号 同时在他的鼻子里发现了同种霉菌 但这次死者的身份有些特殊 他是台湾和美国联系的关键所在 所以美国警察开始重视了 接待美国警察的就是男主活土 因为他是局里英语最好的人 但人缘最差 两年前因为举报了自己的小舅子 工作上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生活中也和妻子陷入了僵局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人 最适合调查离奇的案子 当大家都认为这个事件和道教有关时 美国警察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应该讲究证据办案 这只是个单纯的连环杀人案 果然在三个受害者的家里的冷气出风口 找到了一样的弹珠 弹珠里是霉菌 警察推断 凶手是将弹珠通过某种发射装置 精准地打进冷气出风口 再让霉菌散发出去 美国警察和活土侦破此案之后 来到现场真仙罐采集相关证据 偶然发现 这个真仙罐的后堂地板之下 竟有一隐秘加层 撬开一看不禁大惊失色 里面竟躺着一个白衣少女 腹部被鲜血染红 活土上前一探鼻息 竟然还有微弱的呼吸 于是马上叫来了救护车 活土认为这个白衣女孩 肯定也是这些邪修绑来的祭品 记得她应该知道一些真相 于是活土也跟来了医院 经过抢救 这个白衣女孩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 医生说 这个女孩其实早已经得了脑瘤 无法进行开刀手术 只能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不过现在在昏迷当中 让活土等她醒来 再进行一些问话 而女孩腹部的伤口 竟是被人活生生地剥下了一层皮 用来培养霉菌 活土对这个女孩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也对那些毫无人性的邪修 恨之入骨 到此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活土心情也是大好 想请美国警察吃饭 一起庆祝下案件的告破 两人回到了活土的家中 活土的妻子也很高兴 为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活土与美国警察经过此案 已经成为了朋友 两人相谈甚欢 喝酒直到深夜 结果第二天活土醒来 却发现美国警察 死在了自己家的沙发上 被人拔掉了舌头 鲜血躺了一地 而这个死法 正是映射了五欲的第五欲 拔舌欲 活土精神恍惚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竟然从自己的鼻腔中 咳出了那可怕的霉菌 他陷入了昏迷当中 突然活土睁开了眼睛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刚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那个白衣少女找到了他 跟活土说 那些人其实都是他傻的 而那些所谓的邪修 其实是自己的信徒 他还会继续寻找成仙的路 活土急忙跑到女孩的病房 女孩却消失不见了 活土想了想 于是决定赶往真仙罐的案发现场 当活土再一次来到真仙罐的时候 他果然又看到了那个白衣少女 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活土的面前 冰冷的面孔 不带有一丝活人的气息 而他的眼睛竟然长着两个瞳孔 白衣女孩缓缓地开口了 他对活土说 成仙的仪式就要完成了 活土是最后一步 现在他需要活土亲自杀死他 活土拼命地挣扎却是无济于事 他不清楚自己现在是身处迷幻当中 还是现实 最后他还是开枪了 但不巧却打偏了 子弹擦着女孩的头皮飞了过去 女孩问他要不要一起成仙 他表示可以带他成仙 活土拒绝了 于是活土回到了现实中 从此与妻儿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